无视警笛轰鸣 大批农民怒气冲冲 手持棍棒 试图冲破警方的防线 不少印度媒体说 这是21世纪的农民起义 示威群众里有不少年事已高的老农民 他们在田地里辛苦了一辈子 却可能得面对剑驾伤农 农民们的怒火从9月份被点燃 9月20号 印度议会通过了 饱受争议的三项农业法修订案 莫迪政府认为农业需要改革 这三项法案可借由自由销售产品 跟通过私人投资 达到生产自由的目标 为付出商品牌资品 货带入商品牌的资品 为股票 新农民主护士 但新法案引发了农业大省 庞哲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担心 他们认为一旦农业生产销售市场化 将会破坏现行的最低收购价格体系 没有溢价权的农民 只有被大公司剥削的份 收入也没有保障 有些人是向上的 他们编码所里成本的 把lement权装上的 广典派 他们的人 有对 很多人 有多竟归 我们的 他们拟是 他们的 黎土人 有 我们的 為了阻止 成千上萬的農民 進入首都新德里 警方在邊界地帶 築起了防線 更發射催淚瓦斯 出動水炮車 試圖驅離憤怒的民眾 目前進出新德里的 主要國道多數已經封閉 僅有的少數道路 嚴重堵塞 基本生活品供應 已經受到影響 粗估約有30多個 緊職的農民 參與了此次抗疫活動 保守數字約在12萬5千人 為了確保抗疫活動 能夠在新德里持續下去 他們還自備了 簡易的生活必需品 就地雜贏 示威領袖說 他們已經做好了 打持久戰的準備 農民 農民長久以來都被視為是印度的心臟和靈魂 在印度13億人口當中 有一半以上靠農業養活 不過在過去的30年裡 農民的經濟影響力逐漸下降 農業曾經佔印度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一 如今只佔全印度2.9兆美元經濟規模的15%而已 而過去四五年裡 印度的小農接連遭受打擊 巴瓜莫迪在2016年提出的廢鈔令 讓不少農民手裡的紙幣變成廢紙 加上氣候變遷引發的自然災害越趨頻繁 新冠疫情的襲擊與封城令 讓農民們銷售無門 負債 破產 種種因素疊加 讓印度農家悲劇一再上演 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2019年的數據 有1281名農民和農業老公親身 面對農民群起反撲 莫迪態度依然堅定 他說這幾部涉農法案 是印度農業史上的里程碑 並且批評反對黨散布謠言 煽動農民 這幾部涉農法案 政府也試著與農民們協商 不過幾次會談下來 都無法化解分歧 除了大批農民怒吼威脅 就連勞工也對莫迪執政造成威脅 就在通過新農業三法之後 印度議會還通過了三部新勞動法案 讓印度大型企業裁員比以往更容易 觸罰了超過兩億五千萬人參與全國性罷工 莫迪的第二個任期面對疫情 面對經濟 面對民生 每一項都是挑戰 我們是YouTube的 我們是YouTube的